对于美国之音的新闻人来说 过去的70年令他们深感自豪 在12月28号 美国对华广播70周年 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 VOA中文部的前辈 如今活跃在第一线的记者 还有新生力量聚集在 美国国会雷伯恩大楼的金色大厅 庆祝美国对华广播取得的成就 不论是在生灵遭到涂炭的战争年代 动荡扭曲的文革时期 还是在民主呼声遭到扼杀的 学生运动期间 美国之音中文部一代一代的新闻人 一直秉承着新闻公正自由的理念 将不经过滤的信息 传播给中国人民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取得的成绩 受到了与会的美国资深议员的肯定和支持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斯·雷提南生于古巴 八岁的时候随家人来到美国 这位长期致力于推动民主和自由的 重量级议员说 VOA中文广播对于渴望真相和自由的 中国人民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当一天结束 夜幕降临时 对于数以百万计渴望自由 向往自由选举 自由媒体和那些能够有个平安场所 崇拜他们信仰的神灵的中国人来说 你们给他们带来了亮光 你们给他们指引了道路 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资深众议员 戴娜·罗拉巴克的父亲 曾经是美军的飞行员 在二战期间飞往中国 他为自己家族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渊源 感到自豪 作为这一次庆祝活动的鼎立支持者 罗拉巴克议员说 美国之音对美中人民之间增强理解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美中人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不幸的是 中国目前处于极权统治之下 因此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只与政府对话 还要和他的人民对话 美国之音在这里发挥着卓越的作用 我要向美国之音祷贺 祝贺他 向我们伟大的同盟 中国人民伸出援手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 大卫里维拉说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 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要继续推广民主 人权和公民自由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将这个使命继续下去 并且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力量 提供支持 许多美国之音的记者 过去都曾经是VOA中文广播的忠实听众 有的人甚至还因为收听VOA的广播 曾经遭到牢狱之灾 现任中文部的主任龚小夏说 他当年被中国当局关押了一年 其中一个罪名就是收听了VOA 美国国会共和党及众议员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克里斯·史密斯说 美国之音坚持不懈地为人权 自由 法治 以及皆是被专制政权所掩盖的真相 做出努力 祝贺你们 你们这些具有很高很高 专业水准的记者 在讲述美国的故事 以及讲述自由的故事方面 为所有的媒体树立起一个很高的标准 非常感谢你们 祝贺你们70年来所做的卓越工作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巡 刘文明 岳城 在华盛顿的报道